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宣祥奇 我是方宜 我是阿翔 那節目開始前呢 請先幫我們掃描 頻道的QR Code 訂閱阿翔老師的個人頻道 才不會錯過老師分享的資訊 然後問題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做詢問喔 哇老師台股今天開高 不過因為後來碰到季線 所以有壓力嘛 然後再加上銀劍跟機器人族群的拉回 所以盤中一度收黑 不過還好最後有勉強收上 19點的紅盤對不對 那現在究竟我們該怎麼看 所以我想在節目正式開始之前呢 還是先感謝所有按讚的好朋友們 還有謝謝所有留言的網友們 感謝大家的留言 感謝大家的按讚 然後要記得如果說您要提留言提問題的話 反請要留在我們的個人頻道當中 什麼叫做我們的個人頻道呢 就是說你現在往你的左下角 螢幕的左下角上面看 上面如果說寫的是理財週刊 那就表示你在那邊留言阿翔老師是看不到的 是 所以要煩請你移駕到籌碼相對論的頻道上面來 所以你可能在下方 如果你現在在理財週刊那邊的 你就在下方找一找阿翔老師的個人頻道 把它點進去就會轉到我們的個人頻道上面來 是 我想最近股市的一個來到反彈接近季線附近的一個位置 相對來說一定會有 投資朋友會有感到整個盤勢好像漲不太動的一個狀況 對 那漲不太動呢 背後代表的是多空他都在觀望 沒有人敢用力的去攻 然後放空的又怕被嘎 是 那就變成是這樣子的一個膠著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這麼膠著的一個狀況 最好的做法 就是不要亂追高 把已經彈上來的一些投機的股票 換去有價值的股票 那些還沒有漲到的價值的股票 後面他反而會有輪動的機會 已經彈上來的 甚至搞不好這一兩天有創新高的 那不代表他強勢喔 是 因為這個盤 他目前沒有過季線 對 你不能說已經創新高 馬上就一路再往上衝 整個市場的資金的水位不一樣 跟之前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如同我們今天標題所寫的 今天會跟各位談談台積電鴻海 銀建股跟機器人 當然大家今天一定會問說 老師今天銀建股好慘喔 今天機器人也沒有漲到 到底要怎麼看呢 等一下一併會來跟各位去做一個分享 那在正式分享之前呢 還是跟大家來談談 就是說你還沒有加入阿翔老師來的老朋友 歡迎大家可以動動手加入進去 因為阿翔老師每天盤中都會有小叮嚀 在7月12號禮拜五那一天11點25分 那時候我們就談到要提高現金比重 所以到後面一路修正4000多點的過程當中 你每天看的阿翔老師來的 7月15 7月17 7月18 7月20幾號 甚至到8月3號8月4號都是告訴你要保留現金 對 直到8月5號呢 我說要開始留意極度恐慌之後的一個買點 所以你看8月5號那一天的節目 我就請大家要記得8月5號那一天 所以反彈到今天已經2000多點了 但是反彈到接下來之後呢 這個是我們在上個禮拜試告訴各位的 這一天是8月5號嘛 後面開始一路反攻 但是已經相當接近季線的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這兩天開始長不動了 所以這個禮拜要觀察的重點當然就是季線 是不是能夠有效站上去 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站上 一碰到就休息 一碰到就休息 然後呢 先前我們跟各位講的上方比較大的一個密集 在修正過程當中放量的一個位置 是在這四個黑黑棒的一個位置 對 在四天的一個盤整區當中修正下來 震盪整理的過程當中呢 平均均量是在5682億 然後你看這幾天反彈過程的話 那個量沒有出來 只剩下3684億 對 差了2000億 而且還是五天跟四天 差了2000億 你能理解那個意思嗎 就是說反彈到這個位置 你必須要補量去攻擊 而且這個量還必須要能夠連續的放量 才能夠有效化解 但是目前沒有啊 所以當指數來到這個位置 為什麼它會呈現量說 就是因為已經開始進入壓力區 那已經進入壓力區 所以之前我們才跟各位談什麼 我們才跟各位講說這個台積電 為什麼我說最快的一段 我們轉走之後 你看這一段轉走之後 你看後面它慢慢往上盤肩 沒錯嘛 但是問題是你有沒有發現 也不太敢攻擊 對 因為呢這個位置 台積電這個位置 也是先前總股東人數 增加最快速的一個位置 差不多從920到980這個區間 是人數增加最多的那個時間點 大概增加了16萬人 所以呢 它慢慢的往上盤肩 但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漲勢都開始 奇怪怎麼亮縮成這樣子 那這時候它就會變成什麼 有一點恐怖平衡 所以恐怖平衡是什麼 就是說 你原本可能買在上方的 它想說還會漲就先抱著 然後 買在下面的 可能 或者是不能買在這邊的 可能這邊的跟我一樣 有先下車一趟 買在這邊的或者是買在這邊的 那當然有些可能還抱著 大家都先觀望不要賣 對不對 但是如果有風吹草動呢 那就稍微賣一下 一個人稍微賣一下 兩個人稍微賣一下 就比較容易出現 比較大的一個黑 那當然這個還必須要看 因為它比較大的黑 因為 低檔反攻上來 它一路亮縮就表示什麼 它沒有很紮實的一個換手 跟買盤 就像2317的鴻海也是一樣啊 你有沒有發現 季線看起來好像過了 奇怪怎麼每天都黑黑的 對 比起我們之前在做的這一段 一彈上來速度很快 因為這邊中間它交易是空的 所以空間拉得出來 但是問題是 上方套牢的賣壓就比較重 套牢的賣壓比這個重的情況之下 它就必須要有放量去換手 來做一個換手的動作來去化解 但是你看 開上去就有賣壓 開上去就有賣壓 你有沒有發現除了這一天之外 其他幾乎都是呈現這樣子 是 所以它就會變成說 現階段它的問題就是卡在 上方套牢的壓力 需要時間來化解 或者是需要更大的量來化解 那當然這都需要時間 不過有一點比較好的事情 是在於什麼 那至於到底會不會撤腳 基本上不管它要撤腳不撤腳 或者是要繼續往上攻 你的策略就只有一個 知道是什麼嗎 這什麼 現在八月中下旬了 對 年底醜媳婦要見公婆了 你就是選擇那種沒有漲到的 價值的股票 有低下去買 像現在台積電跟鴻海 拉上來這個位置 它沒有低你不要去接 那可能會有人說 那老師如果飛走了怎麼辦 台積電跟鴻海飛走了 其他股票就上來了嘛 沒錯 你是不是就有其他股票可以做 但是相對來說 你是不是在這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阿翔老師給你的這種思考 反彈淘汰投機股 拉回低接價值股 你有發現這個叫做 穩扎穩打的一種 而且風險相對很低 是 的一種操作的哲學 邏輯上是這樣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就持續觀察 因為這個禮拜 月線也開始扣體到這個位置 扣體低了對不對 慢慢來扣體低了 月線開始會走平 但是季線還沒站上 會不會又在這邊瑕輔 整理一段時間 不能排除 所以這時間點選擇有價值的股票 低接才是對的 才是安全的做法 所以如果認同這個觀點 或者是想說每天在盤中 你不知道方向沒有方向感的時候 就歡迎看看阿翔老師的Light 對 因為我們盤中就會發給各位 縱使阿翔老師如果當天沒有時間錄節目 我們會在早盤也一樣會寫好報告 在盤中就給大家 阿翔老師的Light 歡迎自己加入好不好 好 好啦那我們進入看產業 買未來看筹馬買 現在的時間把握17點 接下來要談談談談什麼 阿老師今天引建股 到底怎麼回事對不對 所以呢 之前我們先前有曾經跟各位談過 美國開始這個所謂的一個 降息的一個機率 降息的馬數跟預期的一個 降息的一個動作 預計會降到明年6月的時間點 那當然降息循環之下呢 自然而然包含的美債 包含的保險 包含的資產營建 大環境來說 它本來就是有利的 是 但是這一次的一個營建資產呢 資產其實沒有今天沒什麼事情 主要是營建股的部分 那營建股的部分呢 我想大家都有看到新聞的 央行啊 對 楊總裁啊 去跟一些 銀行的一個主管 喝咖啡啦 喝咖啡 那當然是在檢討所謂 放款不動產房貸啊 其實就是所謂的房貸太過集中 放款太過集中在房貸這個部分 是 因為它會受限72-2條 就是說那個存款 跟貸款那個什麼 那個比例啊 它現在已經27-28了 不能超過三成啊 所以這個叫做法條的天條 所以現在是已經 因為房市先前太過火熱 一大堆投資客去中南部掃房 對不對 高雄預售屋 一開門 買不到 就清光了 所以造成這樣子的現象 那這樣子的現象 背後當然有一很大批的資金 是投資客炒房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是 那它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當然它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說 第一個影響到你原本原本手購的 想要買的 哇 因為這樣子可能暫時貸不到款 對不對 手購族會比較 當然銀行對手購族 還是會比較有利一些啦 但是對於比較投資的炒房的 當然它就會比較 目前很多家已經開始暫時不收 那這個時間正常來說 到差不多明年第一月份就會慢慢解除 那可能有些人就會想說 老師 那央行為什麼要這麼做 是不是要讓房價殺下來 或者是要讓房價整個抑制下來 房價到底會不會崩盤 天啊 很多人看到這個新聞 又看到銀建股在跌 就會聯想到這些新狀況 這就自然而然它產生的市場 在今天對銀建股的部分 產生了所謂的恐慌心態 是 恐慌的心態由此而生 但是當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先去面對 面對之後來去思考說 到底為什麼 原因是什麼 要如何去解決 那個先了解前因後果 你才能夠解決嘛 是 而不是自己幻想說 房價要崩盤了 會有這種言論呢 就可能就是過去看房價漲太高 不爽在那邊罵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是要冷靜下來去思考 但是這邊阿翔老師先給各位 第一個核心結論 銀建股接下來不是什麼股票 什麼銀建股都可以買喔 你要先區分出來 等一下我們一一先把大方向 先抓出來給各位 有些銀建是可以低接的 有些銀建今天其實是可以低接的 但是有些腳底抹油要落跑 我們等一下來先幫各位分清楚 好 來我們先看央行的職責到底是什麼 很多人好像不是很了解 央行的職責 央行的職責追根究底 這是中央銀行法 法令上標準的明文規定 央行它主要的目的 第一個目標 促進穩定金融的穩定 健全銀行的業務 銀行業務的穩定 當然就是所謂金融的穩定 對不對 維護幣值 對內對外的新台幣的一個穩定 主要它就是這幾個方向 是 你有看到任何一個字叫做打房嗎 沒有 所以這打房不是央行的職責 是 它不是央行的職責 但是的確房市太過火熱的時候 造成金融業放款太過集中在房貸的時候 這就變成會變成是央行的職責 因為它必須要健全銀行的業務的穩定嘛 對 所以它講的是這一塊 它不是告訴你它要打房啊 沒錯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每次新聞媒體 倒出來說央行要打房 央行其實不是在打房 因為這不是它的主要的職責 跟它沒有關係啊 是 了解那個概念沒有 它是要穩定國內的金融 因為你泡泡如果吹太大 一不小心後面弄到覆水難收 這很危險啊 是 適度的讓它壓一下 後面還會再大一點那就更好 這個其實算是有正面的 所以你先了解央行的職責 第二個部分 央行它其實目前的動作 你看喔 講說要不動產的一個 總額要管制對不對 對 放貸它要去做管制嘛對不對 但是它的管制 有人就說它要全面關水 水龍頭要整個要關起來 但是其實也不是這樣講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央行其實你去看喔 它過去這一段時間 隨著美國先前在升息 它也陸續有升息升息升息 半碼半碼 雖然都是半碼嘛對不對 但是你看喔 它在升息的過程當中 前面一段時間升息的過程當中 它事實上還有適度的 把現金放出到市場上來 嗯 什麼意思喔 你看這個 7月底的未到期的定存 這個什麼 定期存單的余額 創下4年半的新低 是 所謂創下4年半的新低 什麼意思 就是說央行它其實會固定 一段時間發所謂的定期存單 給這些銀行業者要去認購 對 那你發越多的定期存單 表示什麼 表示說央行給你這些利率 然後存單發出 然後你銀行的錢收回來 是 但是 那為什麼定期存單的余額 會創下4年半的新低 那表示它 它再減少 它其實從今年以來 再減少它 發出的定期存單 嗯 減少發出的定期存單 變相就是減少市場收回的錢 哦 所以它其實是一邊先錢一邊升息 然後另外一邊再放錢出來 另外一邊有在做放錢的動作 是 它這個目的是在維持整個市場的流通性 然後升息是抑制通膨 然後又要維持市場的流通性 然後呢 為什麼最近到7月 底位到期的定期存單 創下4年半的新低 因為銀行基本上 本土銀行現在乘坐的業務太多啊 對 房貸那麼火熱 他去買那個1%多的定期存單幹嘛 嗯 對不對 你理解那意思嗎 所以這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它其實也是因為 哇市場的環境太好 所以導致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呢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投資好朋友 講到這邊可以得出第一個思考重點 人家說啊政府要打房 政府要打房 從來沒有這種事情啊 嗯 對不對 你要理解那個意思嗎 從來就沒有這種事情 它只是在央行的策略政策 它只是在穩定國內的金融 是 喔 所以呢有時候每一次那個什麼選 選舉要到了 就在講什麼居住正義 那些有的沒有的 你有沒有發現都 不會發生 對 邏輯上是這樣子 因為 講白話一點真的 那個就有有又牵太遠了 我們就不談好 那你就記得央行它 先前的申請動作 然後又一手放錢 一手放錢 然後呢六七月 又再增加所謂的信用管制 結果因為新清安嘛 六月份的時候 新清安開始要審核什麼 什麼新清安的人頭戶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但是它又繼續在放錢出來 所以它水龍頭是沒有關起來 它其實是在做什麼 它其實是在做調配 對 它有時候這邊水太多 它把它移過來一點 所以但是對於一些 主要在供房地產的朋友來說 他就會覺得這邊水變少 他說會覺得這邊水龍頭是關起來 但其實不是喔 因為水龍頭關起來是整個水沒有嘛 越來越少嘛對不對 對 而是央行它現在的動作只是這邊 關起來這邊放多一點 是調配 它其實就是在做調配的動作 所以這一次的動作 其實主要就是在避免 銀行的放款過度集中在房貸 所以它的目的是在調配資金 並且維持市場的流通性 不要太過度集中在某一些金融產品身上 理解那個概念沒有 那當然對於房地產市場來說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泡泡吹大了 對 你稍微壓一下 後面會更有彈性 反而會是好事 但是問題是 這個新聞一出來 後面當然伴隨的央行 可能它會有動作 對 所以短線影響最大的 會是誰 代銷跟房中業者 因為中古屋的買賣 第一個中古屋的買賣 你前銀行的水位不收新建的 那你在房中業者他一定會受傷 是 就會可能會比較低迷一段時間 可能差不多在第四季會比較低迷一段時間 這是第一個部分 所以呢 跟房仲有關的營建果 不要不好 腳底抹油先跑 這是第一個 好 跟代銷有關的 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是 也要小心 因為這叫市場氣氛的問題 投機客 他們也會炒房 那些炒房主義 看到這個消息 他們也會稍微縮手 那買房最大宗的 買預售物最大宗 當然就是這些投機客 是 所以代銷的 有些今年上半年獲利很好的 代銷股 代銷的股票 也是會受到影響 腳底抹油 先跑 好不好 然後呢 那稍微有一些影響的 就是第四季交污量可能比較大 像 這邊指的意思就是說 像什麼華固啊 你看 他上半年 我們舉華固的例子 你看 他六七月開始 尤其是七月份 交污路障比較多 對不對 但是呢 你看他今年 上半年交的比較少 所以他上半年獲利還沒出來 然後比較密集成交的 交污的時間 是在下半年的時間 結果遇到這個情況 然後當然 預售這些比較大的 營建公司 基本上他會是 這個銀行的主要的客戶 所以在交污 然後貸款的情況之下 會比較容易過 因為那個叫做銀行的大客戶 是 剩下的剩餘的水位要給他們 理解那意思嗎 反而是我們一般的 散戶朋友 一般的散戶朋友 要去買 可能現在帶比較難帶 但是呢 這個還是會多多少少 會有影響 所以我說 稍微有些影響的是在 上半年獲利還沒有看到 好不容易要迎接 密集交污期的時候 哇 就遇到這個東西 好可憐 所以也不能說可憐 就是說他可能 時間會比較拉長一些 拉長一些 那不太影響的會是誰 對 就是上半年已經大幅入障 沒錯 上半年已經大幅入障 就舉例來說 像今天 哇是今天灌得點好重 對不對 灌得 對今天灌得點好重 但是他上半年EPS 已經5.79了 嗯 已經先賺到手了 沒錯 所以我覺得問題不大 不太影響 因為 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 因為這背後代表什麼 他明年擁有了高值率的保護 哦 反而今天的夏沙 你不是去賣他啊 賣他 應該是要去低階才對 對 理解那個意思嗎 然後再來 接下來 未來的營修的成長 從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或者是明年 以商辦 以政府的合作案 所以政府的合作案 有包含了跟這個捷運合作的 還有政府主辦的 請建商來幫忙弄都根的 不管是辦公大樓也好 或者是住宅的都根 這種是不影響的 對 那政府合作案 你央行管他幹嘛 是 理解那個邏輯嗎 所以那個獲利是不影響的 那就舉貫得為例好了 好 明年 台中的捷運案 明年台北的捷運案 都要在明年完工 預計應該是明年上半年 所以我說 這殺下來很多人在恐慌 對 恐慌是對的 但是有些股票 有些要腳底抹油落跑 有些你反而要下去第一階 邏輯上是這樣 那這邊沒有列出來的是什麼 還沒有講到的一個概念是 主力來不及跑 他會拉高 主力來不及跑的 等消息淡化一陣子之後 他會再拉高 有機會讓你跑 邏輯上是這樣 所以呢 不用太過擔心引建股 但是呢 你接下來要特別注意 不再次像先前一樣 所有的營建都可以買 對 有些營建股已經漲到恨天高 有些營建股已經本一筆誇張的鑰匙 是 對不對 這些你可能就要 自己留意一下 然後因為快沒有時間 本來要繼續跟各位談機器人 我給各位結論就好 好 結論是什麼 就是說可能有些人 機器人還是在看那個手楼門 到現在為止 還是有些人在看那個手楼門 但是我先跟各位講 你現在看機器人的概念 你要看的事情是什麼 不是一直看他 不是他 因為他的位階已經誇張的高了 對 是從三十幾塊到現在 已經三五十五 漲五倍快五倍了 那漲幅股價漲高不是錯 錯的事情是什麼 錯的事情是獲利還沒看到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股價漲高 獲利後面要跟上 這才是對的 所以你看為什麼機器人的概念 上個禮拜五有一天 拉上來之後 這兩天起來怎麼軟軟的 明天不是要展覽了嗎 對 所以現在真正的重點是什麼 要鎖定真正有訂單 而且未接低的 你今天 機器人我們都知道 是未來AI發展的 大的趨勢 而且確定的方向 是 你看今天洪准 傳說接到蘋果的這個機器人的 手鍋訂單 馬上跳上來一根紅街 所以現在 你看洪准之前也沒漲到啊 對 所以現在重點就是在於說 你要真正有訂單 然後呢未接又要低 所以我們目前是浪費 我們就鎖定兩檔 還有兩檔 這相關的概念 因為他我們可以跟各位確認 這兩檔都是真正有訂單 而且沒有炒作到 沒有被漲到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一開始 為什麼最前面一開始 一直跟各位講 這幾天不是只有今天 一直跟各位講什麼 反彈淘汰投機股 拉回低階價值股 所以這時候就要去思考 有真正的訂單進來的 然後股價現在未接是低的 那就是有價值啊 沒錯 但是如果股價已經漲很高了 那價值就一直在递減嘛 沒錯 邏輯上就是這樣子 懂得懂嗎 好的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來不及講更細的 所以投資好朋友 最後呢 我們還是跟各位表達 就是說 面對煩惱的時候 我們問題就發生了嘛 對 發生的時候一直在煩惱 也沒什麼太大重要的 對 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你要清楚 變之煩惱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去面對它 是 接受它 最後能夠處理它 所以我放了一個鴕鳥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很多人 有問題出來的時候 就頭就塞進去 是 鴕鳥心態不太好 尤其是在股票市場 所以阿翔老師常常跟各位講 今天我們帶會員朋友 操作股票 不是百分之百對 錯了我們一定會頂準 因為我們要面對它 是 當然這個也是為什麼 長期下來 我一直說 帶進就一定會帶出 好啦 凡是早點規劃 好事就會發生 別忘了訂閱 感謝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歡迎按個讚 好謝謝老師 今天精彩的分享 如果你也不想錯過最及時的資訊 你就加入老師來 以及訂閱老師的個人頻道 好那股聲響氣 我們下期再見囉 拜拜 哦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好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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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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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